大家好,我是Naru 我們今次要講的Figure就是它 這個Figure也是出自SkyTube 由策畫家Blade畫的原創策畫 它就叫做Giyuru 我們照舊由外口開始看起 今次的主色就是粉藍色和粉紅色 它就配上有些雷士、花花、星星和貓的展影 頂部就開了有個貓肉球的窗口 旁邊也有貓肉球的窗口可以讓你看進去 至於另一邊就是插畫絲畫的圓圖 後面也是一如以往介紹這個Figure的展示圖 我們現在就來打開它 我們也是在底部打開的 也有說明書 那就用本體了 好,全都放出來了 金色和粉紅色漸變的長髮 梁晶晶的大眼 其實裡面有個星形的瞳孔 嬌小,但又豐滿身材 就好像貓一樣,那麼可愛又性感 其實我簡直覺得它好像一隻人形的貓 衣服顏色主調是粉紅色 穿著這件衣服 其實就是最近很流行的貓型展影的開胸內衣 上身中間有開了一個貓型展影的孔孔 可以看到胸部的形狀 下身的小褲褲,其實前面有個貓椅 連小褲褲的綁帶也是肉頭 俗稱這個絕對領域的過失物 印了很多貓貓的圖案 去點綴 右邊這個腳跟位 他做了一個褲褲褲 令到整個腳整體不會覺得很幼 白色的高跟鞋 配這個粉紅色的鞋底 還有一個肉球的圖案 整體整個全部 所有東西都盡量會令到大家 將它和貓聯合在一起 真的很厲害 這次我抬了這個星星 比較簡單 不過是因為其他配件都很豐富 所以反而是好事 注意力就可以集中在本體上 這次雖然沒有什麼替換 但反而多了很多配件去配搭 首先其實 送了一包可以讓你隨意貼去哪裡的 液體狀的貼紙 隨便跳去哪裡都可以 主體有這個雪糕杯 幾隻貓 最特別的是 它總共有三件內衣 首先第一件就是穿上身 第二件就是脫掉的時候 放在身上 然後這個 最特別的是 這三件內衣 有隻白眼貓 捐進內衣中間的洞洞 除了上身內衣之外 還有小褲褲其實也有兩條 第一條就是穿上身 第二條就是可以被你掛在杯邊的 既然這麼多褲子 那我們現在來換一下它 好了 好了 那現在呢 就脫了上半身 可以看到 上半身的內衣 就是 抬下來了 都特別的 當然也要注意 那條帶子 會穿我的手 這樣出來的 現在呢 現在呢 就連下身小褲褲都脫了 都可以留意到 除了的小褲褲 另外一個配件 就可以掛在這裡 好了 那這套內衣 其實是出自原創二次元品牌 就是Lololni的 再加上策畫師Blade的人設 兩種可愛拍照 真的很難抵擋得住的 話說開胸衣 這件事 是近幾年才流行的 這個模型呢 絕對可以說是追得上潮流的 整個模型 就有五隻貓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還有一隻 其實在裡面的杯底 被牠摘住了 那些貓 看看牠們的姿勢 這麼有趣 這樣曲起來 真的可以充分 表現出貓是液體造成的效果 除了配件 花了不少心思 頭髮其實也做得很好 表現到這麼蓬鬆的頭髮 原來分了很多部分 總共有十幾個分 差不多 在底部看下去 就密密麻麻 還沾到有些吉手 聽說 在圓形的階段 已經是一個很棘手的部分 這次的模型 身為愛貓人士 當然不會錯過 即使牠放在家裡 也不會覺得尷尬 純粹是一個很可愛的公仔 有什麼問題 整個主題就是粉紅色 貓和甜品 沒錯 它就是甜品 全部都很少女 很夢幻的東西 我相信不只男生喜歡 連女生都會喜歡 雖然只是很簡單 把大家喜歡的元素 融合在一起 但是要把所有元素 融合到這麼漂亮 都要花點心思 我覺得這次的模型 相當成功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呢 如果你有什麼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這次的模型 就說到這裡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介紹 其他模型給大家 拜拜 喔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都是小公仔